手臂上噴溅的咖啡也有血跡 地上也是撒了一滴 开开心心开箱 使用刚送来的咖啡机 煮咖啡玻璃杯炸裂了 张化的黄小姐说 她透过购物网978元 购买了义式咖啡机隔天到货 煮了第一杯之后觉得太浓 续煮第二杯 大约五六十cc的时候 玻璃杯炸开了 玻璃片刺伤了手 这里全部都是咖啡粉 还有咖啡液 这里被碰到 就是那个被玻璃 这样子直接踏入 它血就流出来了 她打电话跟客服人员反应 认为品质有问题 才会突然炸裂 客服人员说 有可能是运送过程当中 碰撞有暗伤 要再系一个玻璃杯 她哪敢再用 你说玻璃杯就破掉 对啊 散了一地啊 而且也戳到我的手啊 了解不好意思 那这样子的话 还是我们这边帮小姐 补寄那个玻璃杯的部分 我不敢用的 双方协商之后决定退货 黄小姐联系购物网 取回咖啡机退还货款 因为炸裂的受伤与惊吓 消费者自行认衰 TBS新闻 陈志众无数评 张华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